字幕君 我的工作內容是收集街上的資訊 包括飯店、民宿、便利商店 車廚照相 如果有新增或衣櫥 我們會幫他做更新 其實我在這個工作之前 是內勤人員 辦公室有一個窗戶 窗戶可以看得出去外面 我每天都是看那個外面 我可能之後都在這裡了 我可能看了這個窗戶外的小小的景色 這樣子 我想說我想要出去看看不一樣的地方 我們在南部跑啊 就鄉下地方會比較多 開著開著可能就看到人家的庭院裡面去了 硬著頭皮要進去回轉的時候 我們就會咬下車窗跟阿嬤揮個手 阿嬤也都會很客氣的時候 就是點個頭啊 或揮個手這樣子 阿嬤給員工的信任度很高 可能我今天出去跑 他不會特別說 今天怎麼去哪裡 今天怎麼去哪裡 不會 比如說你跑累了 想下車休息一下 公司都是很自責的 以員工的健康為優先 基本上都是很信任 這個工作其實 像我做了七年 七年的 但是我還是很喜歡這一份工作 因為我可以去到各個地方 看到可能一般人看不到的風景 可以拍到很不錯的照片 這都是一直很吸引我的地方 雖然有時候工作上面 確實是比較辛苦一點 但所得到的東西 我覺得是更多的 是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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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是更多的 你自己看過